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这里是扎美亚阿爸 又到了每周一期的科普分享环节 今天这支影片呢 主要是给上期指纹浏览机 多开了这支影片做一个补充 针对部分朋友不会本地打包运行 这个多浏览机同步操作的工具 顺便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工具如何自己来打包运行 另外呢 在上期影片我们有分享过代理的插件 现在无法进行下载 在这里再次给大家分享一个 可以替代的代理插件 其次呢 为了保证浏览器相对独立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两个功能性程序 一个是模拟指纹 另外一个是模拟设备的一个插件 这样呢 尽可能让每个浏览器能够独立运行 成为独立的设备 有独立的指纹 在视频正式开始之前 需要提前说的是 本期这支影片针对Windows 并且需要提前在自己的电脑当中 部署好Google多开 如果你还没有部署对应的环境 请跟随我这一期影片 里面详细的讲解了 如何进行本地多开 实现你录毛收益的最大化 最后再提一嘴 很多观众老也问我IP如何进行独立 其实我想说的是 录了这么多空头 有格局的从未查IP 查IP的全部返路 对于要不要花额外的钱去购买IP 这需要你自己理性判断 同样感谢推特大博主提供的词篇文献资料 以及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教程 首先我们来到这个文档当中 这边的话是有一个Cream同步操作工具项目的下载地址 这里点击一下我们会跳转到对应的gethub的页面 在这个方向上它其实也有说明 它可以帮助用户更加轻松管理多个Cream的窗口 实现窗口批量打开排列 以及之间的同步操作 大大提高交互的效率 在这个方向上我们需要点击一下code绿色的按钮 进行到download 就是下载对应的一个压缩包了 这里下载完成之后 它会体现在我们的这一个本地当中 需要将这一个文件夹解压到我们当前的桌面上 这里可以选择一下全部解压 然后浏览选择到我们本地的一个桌面 然后这里会出现 我已经解压过了 所以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如果要真的运行本地打包前 我们还需要一个python的环境 我们可以回到当前的文档当中 点击一下这个链接 它会跳转到对应的python的下载环境 那这里的话 它只要满足3.9以上的版本就可以 我这里的话是建议大家下载一下最新的版本 文档当中提到的版本是3.10.6 那没有关系 肯定是越新越好了 那如何你辨别自己的电脑 当前有没有下载这个python的环境 我们可以点击对应的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windows10的专页版 在这里页面下拉 点到windows系统 这边有个命令提示符 其实就是终端了 然后将当前文档当中的这条命令 进行一下复制 那这里的话是辨别自己的python是否安装成功 同时也可以看到自己的版本 那这里我们点击下复制 然后进行到一个粘贴 然后翘下回车 如果这里体现到一个具体的版本号的话 就说明我们已经运行成功 并且安装成功了 那这里我们再跳转到对应的桌面上 在这里呢 我们会有相关联的这几个文件 我们需要打开的是第三个build 然后这里呢 是正在安装我们对应所需要的程序 然后在这个方向上需要等待一定的时间 稍微有点耐心 我们等待它的下载 在我们刚刚的环境成功部署之后呢 你会发现这个大文件夹当中 会突然出现两个子文件夹 这两个子文件夹 可以当作你环境部署成功的一个标识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 需要打开第二个文件夹 然后这里会有一个应用程序 双击以下应用程序 我们就打开了多窗口管理器 这也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同时你打开窗口管理器的同时呢 它在下方会自动生成一个文件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用管它了 然后我在一开始的视频当中 就在我们上期那个指纹浏览器 多开视频当中 我将当前所有自创的 Google多开的浏览器 都集中在一个文件夹当中 所以我这边的话 地址是在这里啊 相对应的 我把234567全部打开 那这里的话我加速一下 那我先暂时就开这些吧 然后对应的 我们刚刚不是有个多窗口的管理器吗 然后点击一下导入窗口 在这个方向上 你会发现啊 这里的话我们就已经有了 123456我已经开了6个对不对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选择到一个自动排列 或者是那当然自动排列之前的话要全部选择 如果你有一个窗口的话不想全部选择 没关系 这里取消一下勾选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边先把它选上 然后点击一下自动排列 一开始的自动排列的话要排两次啊 它单一次的话可能识别不出来了 所以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窗口的话是完完整 就是很整齐的平铺在你的桌面上 当然你的电脑屏幕越大 你能铺的窗口就会越多 我这里的话只打开了6个 然后同时呢 这里我们选择一下开始同步 但开始同步之前呢 我要先把这一个1给取消掉 因为第一个的话是我们教学用的窗口 所以我们不以第一个作为演示 然后同步的话就是2345 那么就是12345对不对 2345 我们这边点击一下开启同步 但是在开启同步之前呢 我想先做一下测试啊 因为我发现它这个版本可能没有办法支撑 我们开启同步这个操作 那在这个下方的话 我们点击一下批量打开网页 如果这个操作得到的话 那说明它这个同步的话是可以进行的 但我发现好像不太可以 我们点击一下批量打开网页 这里点击一下 那你会发现它目前啊 批量打开网页的话 按理来说应该都是Google的网页才对啊 后面发 那你发现没后面三个的话 它并没有打开 只同步的前面三个 那如果我在这个方向上点击到一个开启同步的话 那我先自动排列一下 然后点击开启同步 我在这里输入1的话 那么也会有一些窗口 它不会按照这个命令来执行的 那是不是就代表着 其实这个窗口同步的话 暂时性还没有办法支撑我们完成这么多的同步操作 那意思就是说不能用 我还是自己得手挫一下 可能等待后续它这个APP更新之后呢 可能会有对应的一个功能吧 目前的话应该会有一些瑕疵 接下来呢 再给大家分享两个插件 一个是模拟设备的 另外一个是模拟指纹的 在文章这边呢 我们把模拟设备的对应的链接点击一下 它会引导我们进入到Cream的应用商店 在这里需要进行一下添加拓展程序 为了使用方便的话 我们更建议大家在这个方向上进行一下制定 下载好了之后呢 对应的拓展程序点开 你会发现它这里支持的版本类型还是蛮多的 除了Suffer以及是Cream 还有一些其他的浏览器类型 包括系统版本 Windows、MacOS、Linux 包括安卓也都是支持的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任意选取一个浏览器的类型 比方说是MacOS 那这边选取完成之后呢 在下方任意一个点击一下 然后有一个绿色的框框 这边看到没有 点击好了之后呢 这里已经显示设置 那这下来我们模拟的话 就是MacOS的浏览器了 那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可以把其他浏览器设置成不同的设备 和不同版本的浏览器 那这样的话模拟设备就搞定了 另外一个插件类型的话 它是围造指纹的 那这边的话我们也是同样的点击一下 对应的拓展程序进行到一个添加 然后这边添加拓展程序 那为了使用的方便 我们也建议大家进行一下置顶 这边我们点击一下置顶 然后对应的它的这个拓展程序的话 就不用设置这么多了 非常非常简单 它只需要把一些其他浏览器 进行一下安装 围造指纹就搞定了 下载完成之后呢 无需任何设置 打开对应的网页 它都会模拟一个指纹浏览器的版本 那就是非常简单 不需要任何的设置 OK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的收看 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 我已经抓紧时间再去问了 如果有详细的一些解答方案的话 我们会在评论区当中体现出来 感谢各位观众老爷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很多现任观众老爷 刚入币圈没多久 在这里我为大家提供了入圈必备工具 使用下方链接即可轻松注册 币安 OKX BitchGatch GatchIO 主流交易所 作为信任注册 不仅可以享受到各大交易所 带来的信任福利 还可以使用我们的永续专属 手续费减免折扣 赶紧注册起来 成为币圈的一员 另外在每一期视频当中 下方链接的话都会体现 你可以同时看到我们的更单链接 利用手上闲置的资金 为自己带来收益最大化